已经有了形状、矩形和圆形 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奇怪 这两个物件都有print 都有print这个函数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利用多型来重用它 这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就加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printable 可以列印的 这个printable里面呢 只有一个函数叫做print 但是请注意这里 在这里我不再用class 不再用类别 为什么呢 因为继承的时候 一个类别不能够继承 两个以上的类别 所以如果我在这边又继承sharp 又继承printable就会出问题 那csharp就从java那边 借来一个概念叫做interface 介面 这个介面呢 里面可以有很多函数 没有问题 但是它不可以有内容 它只能有函数 所以叫介面 它不可以有内容 这个sharp其实里面 你还可以定义一些资料都没问题的 但是printable这种介面是不能有内容 那这种不能有内容的函数呢 你可以把它加在 继承后面加一大串 都没有问题 因为只要它有那个介面 你就可以把它加进去 也就是说 它做到有点像多重继承的概念 但实际上呢 不会互相冲突 因为它是介面 那这种介面的用法跟 刚刚所看到的抽象物件 这种继承的用法很像 很像 而且更简单 你看它的interface定义更简单 那而且呢 最后你看我们加了这一段 printable正列pa 等于new printable 一样r1r2c1c2 把它放进那个printable的正列里面 因为因为circle和circle和矩形 都有去实作那个printable的介面 print 所以一样可以这样子 for each 这里我就不再用传统的c语言写法 用for each 这个比较快 printable p in pa p.print 这样子呢 它执行的结果会像这个样子 前面这边呢 是我们 我们刚刚一个一个印出来 接下来area上是用 多型的回圈去做完的 那接下来的这次行呢 是用多型的print 用一个回圈印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搞清楚刚刚的那个 先搞清楚我们现在刚刚这里 这里这里已经有形状矩形和圆形了 但是我们进一步再扩充加上可列印物件的界面 这时候呢 我们的到这边整个物件脑像才算是把界面也介绍完 那整个物件脑像在cshop里面的概念应该也就接近完整 所以如果你看完这个形状矩形和圆形 你都觉得没有问题 那些概念你都可以接受了 请继续看可列印物件的界面 好那我们把画面切回去 好那边的位置 咩 好 overhead 好